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中国的官方是尝试来恢复方方面面的信心 但是现在综合来看效果并不好 首先是经济聚焦股市 1月22日A股主要指数低开低走 互指早盘低位盘整 午后是加速下挫 一度是跌超三个百分点 最低下探到了2735点 很多媒体说又一次跌破2800点 指的是就是上周四 当时最低的时候是2760点 但是上周四收盘的时候是2845点 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惨 满盘接率 而且下挫的点位比上周四还要低 深圳城指是跌了3.50个百分点 创业板指是2.83个百分点的下挫 也是接近3% 两市是上演了普跌行情 您可以看到5177只下跌 116只跌停 涨的是146只 涨停的是24只 两市成交较前一日较上周五 交易量是明显放量超过了7900亿元 北向资金小幅净买入 满盘接率走势低迷 现在中国大陆所采访的各路的专家投资顾问 一句话说的很清楚 原因就是投资者信心不足 经济复苏显得非常的弱势 1月22日 户指击穿2800点 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为是中国近期 重拾或者说鼓动 恢复经济信心是遭遇到了重挫 因为稍早就是上一周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3年中国GDP增长5.2个百分点 其实较早的时候也是有李强 在瑞士出访的时候对外发布的 所以官方根据这个GDP所得到的结论 就是说尽管中国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 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大的韧性 再次夯实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稍微晚一点 1月19日 王沪宁作为中共的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他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 也是表示也是要求要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论 但是显然这个信心不是唱出来的 更不是吹出来的 现在其实方方面面的共识 中国经济存在的很多的问题 那不是说西方舆论渲染的结果 不是西方舆论畅衰给他唱出来的 所以畅中国字真的是一词多译 畅衰用的是畅 畅想光明论用的也是畅 其实都不容易 中国的问题 比如说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很多媒体用的是危机 地方债务的扩大 消费乏力 还有中国人口结构性矛盾 其实已经在朝着危机这个方向来演变了 结果中国主要强调的就是说 银发经济要在现有人口的质量上去挖掘等等 而没有在增量上做很多的文章 现在要重拾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信心 其实答案是很清楚的 中国的媒体包括财新 第一财经等等都有提及 要破除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质疑和畅衰 中国的经济要有所突破 最根本还是要在改革开放 做大经济蛋糕 提高民众收入等提振社会信息方面 切切实实的下足功夫 否则是很难收到实际的效果 很难把信心短时间内提振起来 以上说的是经济方面 接着我觉得还有两个近期的热点 是比较值得关注 两位副国级的官员在重拾 人们的法律的信心 一个呢就是英勇 您现在看到的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那就是副国级的官员了 最近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因为中国有一个河北省的迁禧县 一位退休官员叫做马书山 七十多岁了吧 实名举报当地的县委书记 叫做李贵傅搞形象工程 而被逮捕起诉 那么最高检是有一个紧急的介入机制 一系列的动作就包括 最高检察院是派出所谓的院领导官员了 前往河北去指导案件的办理 会同河北省的检察机关 在审查核实的基础上 指令迁禧县检察院 以不存在犯罪事实 对马书山依法撤回起诉 并将依法做出不起诉的处理 此外还要按照司法责任制的相关的规定 严肃进行追责 同时还可以看到最高检的检察长 英勇他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的检察院 必须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确保检察权为人民行使 让人民满意 中国最高检的这一番表态作法出来之后 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舆论场上 激起了满堂喝彩 关于最高检的大动作 我是请教了中国大陆一位很资深的调查记者 他的说法就是中国像迁禧县老干部 马书山这样的实名举报 当地领导干部而被逮捕被起诉的案件 过往是比较多的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最高检这样的插手 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舆情沸腾了起来 这位调查记者对于事件的解读 我首先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 最早报道出这个事情的是中国经济观察报 具体写文章的记者是比较年轻 名声啊口碑都很好的 李维奥记者调查记者 文章出来之后也是受到了威逼利诱 被要求删稿 但是报社是顶住压力拒绝删除 对于媒体的目前仍然存在的 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那我觉得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过还是有必要要补充的是这个事情的背景 英勇这个人那一方面事确实是办了 另外一方面的马屁也是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英勇刚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他们的客户端包括一些官方的媒体啊 都是把这句话拎出来做标题 我看到中国大陆一些律师界 媒体界的人士说怎么这么老土啊 这么理俗的话 把它拎出来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呢 其实呢事情很简单 这一句话是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很多年前 1944年秋天在隋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 他在一番讲话中所做的要求 透过这个事情 那能够看到英勇英勇 他不只是勇 当然了英勇也确实是把这个事情给办了 包括他对迁徙这个事情相关的处理 严肃性进行表态 是在什么场合呢 是在最高检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召开座谈会 征求最高检工作报告和检查工作的意见建议的一次会议上 所讲出来的 所以看到这里 那相信您就理解了 包括中国最高检这么大的动作 它确实是有这样的背景 就是要形成一个报告 向两会或者说向人大 来做一个提交 另外的例子也是一位副国籍 中国最高法的院长张军 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 中国最高法透过一纸文件 它被解读的信息 就会减少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发布的裁判文书 它的数量 那遭到了巨大的批评 特别是法律界的人士 包括律师 包括法律的学者和专家 其中您现在看到的 王亚军是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他实名写了一封举报信 怒批最高法院长张军 认为他在裁判文书的公开事情上 亡乎之手 这个事可以说一波三折 在王亚军的实名举报 他是透过中纪委的官网举报之后 大概四天左右 中国的最高法就有一个消息出来 说我们现在又在建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中国裁判文书库 这个文书库要打成精品的案例库 一定会公开 但是同时又强调 过去大规模 大幅度公开的裁判文书 因为涉及到一些当事人的隐私 对这些人有影响 比如说找不到工作了 夫妻不和睦了 然后呢 有一些民营企业 过去确实打过官司 可能有债务的问题 那么等官司结束 他要再去借债去融资 出现了困难等等 是做了这个表态 这个说法 那在法律界人士 在律师那里 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一个人犯了错误 那显然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所以我认识的一位山东律师 说这个事情 最高法的做法就是在扯淡 外界本来以为这个事 那也就过了 至少是给了一个说法吧 但是到了一月中旬 也就是上一周 最高法又出了一个消息 承诺表态 会加大裁判文书的上网力度 在做好一些隐私保护的基础上 去继续推进这个事情 说巧不巧吧 这中间当然有包括王亚军 在内的一大批法律界人士 包括媒体报道 在起推进的作用 但是恐怕很现实的一个因素 也是因为最高法 也要在两会上做报告 所以以上两个 可以理解成为是司法上的例子 或者是政治上的例子 因为两个副国级 同时做出比较大的 一个叫做让步也好 叫做改进也罢 是比较的罕见 对于当事人来说 或者说对具体的个案来讲 有这样的进步 更阳光一点 更透明一点 运用的法律 更准确一点 相信呢 外界当然是持认可的态度 但是就这两个副国级的官员 同时发力来看 尤其是英勇这个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的一面 这个说法来看 都是有火烧眉毛的意思 要做急救章 同时呢 也可以理解成为为习近平在拾取信心 但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献礼 为两会献礼的做法 它可能即刻之内 有一个提振的效果 但是中长期来看 这样的做法 那显然没有办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来看看中国的润潮 其实有一些朋友 我看到社交平台上 当然包括我的视频 有些观众朋友认为 大规模离开中国的数据 也是一种认知战 真实的情况恐怕没有那么强烈 不过现在根据数据的支撑 再加上我个人也是做了一些采访 总的来看 润潮它是真切的 也是强烈的 不仅是说润潮已经扑到了美国 到了欧洲 比如说荷兰等等 现在连纽西兰这样的南太平洋的岛国 润到这里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中国的一些智库都是坐不住了 呼吁中国官方要想想办法 寻找一些对策 先来看看数据吧 这个是美国官方 发布的最新的数据 高高的望上翘的 这个深色的 显示的是2023财年 就是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 那已经是创出了记录 最上面的这条橙色的线 是2024财年 就是从2023年的10月份算起 也是高高的画在上面 所以这个是去到美国的数据 很清楚 另外就是这位人士 所谓的药犯成功了 已经成为了他在视频中的一个很魔幻的金句 现在一般的报道只像他这样的 当然也是可能比较少的顶端的几个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药犯的经历 然后广告的收益 再加上打赏的收益 一个月算下来20万到30万人民币 这么多 这个水平可以和社交平台上一些所谓的反贼 打眼号的反贼 真金白银来钱的速度 那相提并论 这个真金白银可以等亮奇观了 说完美国 接下去来看一看纽西兰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了 大概就是500万的人口 在2022年的下半年 是推出了一项工作签证 叫做认可雇主公签 他是申请者相对容易获得 但是无良商家大钻漏洞的一种短期工作签证 因为他在登陆纽西兰之前 申请者就和雇主之间达成一种绑定的关系 所以这个中间不少人真的是抓住了漏洞 当然这个也只是故事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铁了心下决心 就是要离开中国认出来 所以他知道这个中间有猫腻 有人头肺有剥削 但是已经不回头 我是联系了好几位 其中有一位女士 她的情况是比较的典型 一家四口 其实在出国之前 在江苏他们所住的地方 两口子开一个小生意 一年十几万二十万 是有保证的两个孩子 那么他是疫情之间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的糟糕 对他们的生意也有冲击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 对于中国或者对中共的这些做法 他是不满意的 所以就着手找中介 透过山东的一家中介 他是比较顺利的一家四口出来了 请他个人得到认可雇主空签 是花了八万元人民币 他说的也很直接 这位女士说的也很直接 中介就告诉他了 反正呢 之所以说这么多明码标价 两三万块钱人民币是要给到纽西兰的这一家雇主的 那他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雇主在纽西兰是华人的老板 开餐饮业的连锁店 那可能店也比较的多 这位女士说的也是很直白了 就是你收这么高 没有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骗我 不要说我来这里干了半个月 一个月 结果你说工作没有了 那我一定要找你中介的麻烦 所以他现在的这位女士就是比较稳定了 一家四口去到纽西兰 包括中介费等等第三方费用在内 一共是二十万元人民币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后悔 就是铁了心往前走 谈到很快就要到的龙年 那他的愿望就是说两个孩子赶快把外域提高了 找到好的学校 他个人就是说全方面的提升能力 因为只有能力提升了 未来他现在拿到的是认可雇主公签 那以后能力提升了 才有机会去寻找移民的可能性 对他的老公呢 那他的老公因为四十多岁笨舞了 不喜欢也不适应纽西兰的环境 其实是想往中国回去 但是他给他的老公就是下了一个通缉令 或者说两条路的选择 要干好好干留在这里 不干的你收起被褥滚蛋 所以也是很直接了 所以出国对于普通的工薪也好 或者说做小生意的人来说 是比较艰难的一个选择 要斩钉截铁不回头的润离中国 确实也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挑战 其实海外对中国人 华人剥削华人 印度裔剥削印度裔 这个意思都有 但是就纽西兰来说呢 认可雇主公签 他退出来以后 踩上了中国 2022年年底解除 新冠疫情风控的这个节奏 同时更大的背景 就是润离中国的风潮 真的是一波高过一波 目前持这个签证 出来的人是七万人 这是2023年的数据 当然这个中间 有些人是说想到国外来淘淘金 赚赚钱 会有 这个没有问卷统计 所以到底哪一个心态的人 占多少比例 不好说 但是我采访到的联系的这几位人 还是倾向于认为 比较大的比例的人 确实是抱着一颗润出中国的心 去到纽西兰的 纽西兰一位非常资深的 劳务关系法律顾问就告诉我 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劳务中介 和纽西兰的本地的一些劳务中介 当然主要是说一些能够提供用人 岗位的公司 哪可以说就是 横瀬一气了 现在公开明码标价 在微信上打宣传的 就是说费用已经是五万到八万元人民币 其中就是包括了人头费 所以他最后的结果 想认出中国的这些人 去到纽西兰之后 他得到的工资 其实就是 最后就是自己的钱 还有一位知情人士 就特别告诉我 他是当一个 大笑话来讲的 就是纽西兰的这么多侨领 从来没有哪一个侨领 站出来说要保护中国劳工的利益 反而这中间有一些侨领 又是企业家 也是混水摸鱼 在这一中间剥削劳工 这位知情人就特别告诉我 习近平曾经是去纽西兰进行访问 也是一大批侨领在旁边作陪 一起合影 其中有一个侨领 现在也是涉及到了 剥削劳工 也很有可能就是收人头费 现在是被告上了法庭 所以有资深的一些 劳资关系顾问就呼吁 在纽西兰的一些雇主 你本来是运营着这里的公司 但是你的经营理念 管理方式完全是中国特色 所以对于雇主 他的建议就是说 你既然已经是认到国外了 那么你就要入乡随俗 就要按这边的规矩办事 请你们尊重西方的法律 以下的视频 就是由资深的劳务关系顾问 所分享的 这位顾问就特别提到 工人给他发的视频显示 这个是雇主提供的房子 当时是有七八个人住在地下室 楼上还住着其他工人 工人们每周给雇主 是交一百块钱的房租 后来房租还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 都是新纽西兰园 那么提供视频的工人 告诉这位劳务关系顾问 最多的时候 这个三居室的房子 是住了二十二个移民工人 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这一个小房子住了二十二个月 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这个小客厅里头 住了上下铺 我们的许市 十了多瓶 二十了瓶 这里头住了十个饮 全上下铺 你看 爽啊爽啊 中国的润潮 现在是引来了普遍的关注 最新的一个名证证明 就是中国知名的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 相关的课题组 所撰写的一篇报告 刚刚公布出来 标题 荒谬的叙事西方 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 当然他给出的角度是舆论战或者认知战 因为西方啊 在强调或者说 在渲染中国崛起已经到了顶峰 所以这家智库认为有一系列的副作用 副作用之一其实就提到了润潮 大概是这么几句话 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不是从疫情大流行开始的 而是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 过去十年中 所以这个时间显然是和习近平主政是相匹配的 这份报告也特别提及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 富人再难以像以前一样依托各种红利 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 加上外媒所大肆炒作的中国崛起顶峰论 这可能导致大量富人在中国看不到财富增长的机会 从而携带大量资本移民国外 直接导致国内投资下滑 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 润离中国的富人有多少呢 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 是援引了西方一个咨询机构发布的数据 就认为2023年 大概是有1.35万名的高净值人士 所谓的高净值人士 指的是拥有超过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富翁 1.35万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目前大概是有80多万名百万美元的富豪 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但是金融研究院就认为这种外流的趋势其实还在增强 除了数千万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流失之外 高级管理人才也在外流 这会让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所以中国可以说是面临着方方面面的矛盾 人们在用脚 在投票 在做选择 很突出的就是习近平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 这种润潮 确实是有放大的趋势 相对的所谓的劳工阶层 接下去在中国做一些小生意的阶层 包括前面我所提到的这一位在江苏的女士 再接下去这些富豪阶层都在琢磨着 当有些已经离开了 有些是在琢磨着要不要所谓的润出去 习近平在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 能够看到中国国内的不满的声音 确实是在持续增加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 短期之内没有迅速一个好转扭转的趋势 相信这样的润潮 它会浪头更大 风势更猛 包括我认识的两位非常资深的媒体人 一位已经是前辈了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 目前有自己的媒体公司 他们也是希望离开中国 所谓的润出中国 但是一方面舍不得卖房子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语言的原因 专业的原因 现在顾虑是很多 他们是不考虑说走线 去美国 同时也不考虑说去纽西兰 透过拿短工签的方式 所以现在是卡在这里 但能够看到 确实有不少的媒体人 新闲也是被波动 希望某种程度 某个时间点 希望离开中国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